百家姓 当然后面如果你动作比较快的同学 你也可以再搜寻什么千字文 或者是三字经 或者是三个字四个五个字 你也可以什么五言绝句 反正呢都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做练习 然后我们大概资料下来之后的话 第一个因为我需要把不要的那个空白 全形空白去掉 还有换航也去掉 航行打错了 换航 那我一样会同步在云端上面 把这个资料把它输入在云端 你们将来记得就是到云端上去看好了 因为我写在白板上 当然第一个没办法表现得很好 要把这个图画下来不容易 第二个将来白板擦掉就没有了 所以这边的话是全形 第二个的话就是指定方式里面的换航 全部取代就OK 那再来就是调整宽度 不过我发现那个刚刚那个调整宽度 好像大家可能比较有问题 然后是记得这样选啊 如果说他太宽度是这样调整 原来好像是这么大一个格子 如果你要调是这样子 这样子拉过去可以 可是他有个缺点是拉过去会过头 除非你的那个定力很好 而且你要反应很好刚好停住 不然有可能跑过头 那怎么办呢 我刚刚讲过选A栏 然后按SHIFT键 调整的话请你用下下面的卷轴 移到看到V之后 再按SHIFT键 点一下V 有没有就全选了 然后呢 把它拉宽到一个字的宽度就可以 我不要太宽 那在哪一个哪一条线都可以 只要是A到V中间的一条线 拉过来 拉多宽呢 大概50个像素好了 大概啦 大概50个 不过50个刚好定住不容易 这个时候考验各位的定力 50个像素 放开 刚刚好了 好 这样的话就完成 那再来就是说呢 把上面这个格子 把它做一个置中对 跨栏置中 然后呢 你可以让它怎么样 靠上跟靠左 字的话贴上特别注意 贴上的方法特别注意 不能够直接游标放这边这样贴 它会告诉你什么 你要贴上的什么 不能贴啦 所以怎么办呢 一定游标放上面这里 或者放这边点两下也可以 看你啦 我的习惯是点这边一下 记得点一下 快点两下 游标放里面才能贴 你不能说直接放在上面贴 这样就OK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已经完成了这个资料 照到货 OK 第二个的话 我希望做出什么东西呢 第二个请你在 这个第一列 第二列控下来 第三列呢 请你输入1到20 这边呢 输入1到8 因为刚好160个储存格 那我就是直接在 第三个 输入1到20 那怎么20呢 拉过来说记得按Ctrl键 如果你没按Ctrl键 它不会 多一个 怎么会多一个 这个 这边空下来 那就是到这里就好了 OK 然后呢1到8 这边是1到8 按Ctrl键 大概到这边吧 7 Ctrl键按住才可以 Ctrl键按住 拖拉 OK 然后呢 请你把这个中间的范围 加框线 那怎么加框线 选取这个范围之后呢 上面不是有一个框线吗 点选它 选择什么呢 干脆直接所有框线就好了 因为我只要框线嘛 所以你就所有框线 它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这个范围里面呢 自动帮我加上框线了 好 这样的话 我就有一个范围 点下去 所有框线 这个时候框线就有了 然后呢 我希望呢 请你帮我把照 放在第一个 钱 放在第二个 依此类推 依此类推 不管啦 反正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但是就不要涂法练钢 那你如果没有招的话 以前怎么办呢 点两下 Ctrl C Ctrl V 哇 你这样要做164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会需要用什么方法 这边可能给各位提示 插入函数里面 其实你可以用一个 叫文字函数 其实文字函数就是处理文字的 其中有一个函数呢 叫做MOD 这个叫MIDO MIDO指的是什么呢 我要从某一个文字来源里面呢 取得它的哪一个字 哪一个字开始取几个字 所以基本上 我如果用这个的话 按确定 你告诉他说 我的资料在这里 那我要从这个资料里面的第一个字 Star Star No.1 第几个字 第一个字 算起来 我要 Number Chess 要几个字 然后要一个字 照就出来了 OK 应该可以懂那意思吧 那如果过来的话呢 就是把它改成二 钱就出来了 第三个字 孙 OK 所以问题来了 那我用什么方式可以向右 向下 因为你如果每一次都做一次的话 那你不是照做一次 然后再来的话呢 再把公式复制吗 复制之后呢 再贴到这边来 然后再把它改成二吗 钱 然后呢 再贴吗 贴第三个吗 这样不是贴不完吗 孙 有了 可是这样也不行 这样还要贴一百六十次 贴完可能就下课了 OK 所以有什么方式呢 可以让它 第一个 当然你要找出规则 它的规则好像有一个固定的变化 哪个地方有变化呢 好像这个中间 其他都没变 只有中间这个地方呢 是一二三 一直到二十 再来的话是变二十一 到四十 所以 其实你第一步你可以先产生一到二十 再产生二十一到四 反正你就先产生那个数字之后 答案应该就出来了 只是说这个有点难度 但是如果你会 真的以后蛮方便的 你要把什么资料 切割放在哪个地方 就会变得蛮容易的 先想想想看好了 应该懂我的意思 然后画面先还给各位 这个时候一到一百六 主要原因是因为 等一下会用到一个密的函数 那你有一到一百六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产生的一到一百六 的数字放在密的第二个参数里面 他就会自动帮你去抓取 第几个字 放在那个储存格里面 所以我们来做一次 分两阶段 一先产生这样一到一百六 一到一百六 那这个做法上面的话 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这个跟纠结人法表有一点点像 有没有 几乘几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几乘几 我们现在是要取得他上面的数字 所以呢 先等号 等于他 他是B3 如果你打勾的话 向右填满会怎么样 他会变一到二十 为什么 因为他会 向右的话 他有个特性 会把蓝号增加一个 有没有 C 但是裂号 后面裂号都一样 有没有 BCD 那但是问题来 你向右 向下会怎么样 向下他会自动也是一到二十 为什么 因为他向下的时候会增加一 会参照什么 B4 就上面 所以他一直参照上面东西 好 那可是问题 我希望一到一百六的话 一是用上面的数字 二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我希望做 你可以分析一个规则 这个前面有一到八 那一到八的话 大概一到二十 再来的话就是什么了 再来就二十一到四十 也就是往下会加上 因为有二十个 加上二十个 这边是加二十一倍 二十两倍 二十三倍 一十类推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公式 好像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加上什么呢 加上这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的话呢 一嘛 那可是问题 我第一次 不要加上二十的倍数 之后才要加 一倍 加两倍 加三倍 所以我可以先把A4先减一 减一意思说 我第一次先不要加 加什么呢 加二十的一倍 所以后面的话 乘以二十就可以了 这个乘以二十意思说 要二十的几倍 OK 然后面是加上二十的一倍 两倍 三倍 一直在一推 但是呢 等一下会有个问题 我如果向右向下 那个锁定会跑掉 所以基本上 因为我的标题列在三 标题栏在A栏 所以前面跟前面做法一样 三列的部分 把三锁起来 把A栏的部分 A的部分锁起来 好答案就做完了 做完之后打个勾 向右 向下 一到一百六放开 马上出现了 应该可以看懂 那个意思 这好像前面 我们有特别 针对那个什么 蓝列的锁定技巧 跟各位做说明 OK A栏 三列 A栏 以后呢 就照固定的方法 你可以产生 你要的东西 好 第一个产生完之后呢 再来就是 也再回到 那个B4这个储存格 把你的公式 把它减下来 不包含等号 为什么呢 因为待会我们会需要 把这个公式 直接放在 MID的中间 那个部分就OK了 然后把它插入函数 找到文字 这个类别文字里面 会有个MID MID的函数 那第一个 我的资料 我的资料来源 我的文字来源在哪里 在上面 但是记得 因为我等一下会向右向下 所以请你把A1 按一个F4 为什么要F4呢 因为我要固定 你不管向右向下 我都是来源在A1 不会改变的 所以这边一定要 先加一个F4 把前后加前的符号 就是都锁起来 那从第几个字开始 1到160 所以我们就把 STAR LUMBER这边 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记得 等号不要贴上来 那你会发现 现在是1 如果你向右边2 就是意思就是抓第二个字 那抓几个字 抓一个字就可以了 所以第三个参数是 你要抓几个字的意思 那因为我要抓一个字 所以我这边的话 就是摆加性就一个字 如果三字经 你就这边要三个字了 OK 好了之后的话 我们按个确定 再来 向右 向下 那如果靠一边 把它置中好了 好这样子 那你会发现 照到或 刚刚好 他就会怎么样 按照我们的要求 一个一个的放 到或 刚好一百六十个字 一个萝卜一个坑 不多也不少 OK 可是呢 我们如果做个 另外一个变化题 请你在底下 一样 这边一 一样到二十 这边呢 一样一到八 那如果说我今天 中间这边 请各位再做一个变化题 什么变化题呢 如果我希望 看到的结果是 现在是照前孙礼 这个方向 我希望呢 是照前孙礼 这个方向 有没有 那一直到或 反正呢 都是走纵向的 刚刚都是走横向的 由左到右 有没有 应该知道的意思啊 我希望照前孙礼 周无正亡 刚刚好 八个一个 八个一个 一样哦 我向右向下 也能做出来 那这个时候 当然你可能就不太一样 是什么 变成这边要一到八 八之后的话呢 九到十六 刚好八的一倍 再来就是十七 到二十四 刚好八的两倍 所以要特别注意哦 一样先把一到一百六 先做出来 请各位先试一下 这个是利用那个什么 MID函数 所以这边是MID 你可以把它改一个 MID函数 试一下 并且思考一下 如果我的方向 希望换个方向 该怎么做 画面先换给我 好